到底是充滿新酒爆發力的Takila好喝 還是成年的茅台順口 真的是豆腐白菜各有一愛 新酒有活力 老酒有蘊含 無論如何 二者都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今天的節目 我將一次放送49位 日本最有名氣的50代男性演員 美味都散發著歲月洗禮後的光輝 我似乎已經聞到優雅的古龍水香氣啦 以下照排名依次介紹 我們競正片 暗谷五郎 1964年生 他是日本著名的實力派演員 演技扎實 擅長具有喜劇色彩的角色 比較特殊的是 暗谷是通過電視台廣播節目大紅大紫的 1993年在電影月亮在哪裡擔任男主 並獲得日本學院獎的新人獎 48 光 時 妍 1961年生 高中時參加電影博多子純情的零演示禁 被提拔為主演 糊塑的說話方式和獨特的笑容 是光實演的特徵 經田寬志 1965年生 曾參演情事廳搜查一刻酒系 十隻軍師等作品 2013年擔任恐怖動畫 暗之區的解說人 指示局務的聲優 也會幫忙製作道具 還曾搭建徹紫諾布物的場景了 No.46 田中哲斯 1966年生 他是中間遊戲會的先生 最近看到她是在35歲的少女中 飾演柴奇姓的父親 別看她長得像台版沈玉琳 有段時間還因為腳踏三條船 鬧得沸沸揚揚 其中還包括G-Muke女星 原幹會 No.45 加藤雅野 1963年生 五官深邃 曾為Mans NoNo創看好模特 1988年轉型演員 1994年與布魯克·雪德斯 合作電影偷窺獵物 2009年在成龍的電影 新宿事件也有出現 曾和日本女神藤原季香傳出戀情 No.44 聖村正姓 你可以在各樣的戲劇中 看到聖村以配角出現 2019年的Dr.X推出外傳 聖村終於升格難阻 逃年在三不穿馬過去後 他居然在照片上寫下巨根 雖然網民一致塔罰 但我想應該是他們一起泡溫泉 感情很好吧 No.43 杜鞭一記 1962年生 還記得圈套二中 水上裝的掌櫃嗎 詐欺遊戲裡面那個神秘的警員 神探切利略裡面的萬年助手 杜鞭總是在日劇裡面 擔任那個似乎可以忽略 卻又不可或缺的奇怪角色 No.42 四邪康文 1962年生 如果是相邦的老劇迷 對他應該不陌生 他就是山下又近的第一代佩達 大家或許對他不太熟悉 其實在2020年 他可是在以台灣高鐵為題材的日劇 錄台灣Express中有演出啊 No.41 三尚博士 出生日未公開 快放開我的梁子 這個把你們的小青青壓在桌上了 就是他了 三尚自從1980年代起 便開始參演日本多部電視劇和電影 以具存在感的穩定演技獲得好評 No.40 都深深的烙印在觀眾心裡 No.39 十丸幹二 1965年生 從幼年起 即開始學習各樣樂器 1990年開始在歌劇魅影 擔任老爾一腳 時間長達17年 2013年在半則直樹 飾演千眼匡致電長一腳 No.38 神寶物質 1962年生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相棒中 擔任監察官角色的他 其實是為出櫃的同性戀 他的愛人為了他假結婚 甚至殉情 每次緊張都會拿出藥來吞服 但其實那是汽水糖而已 No.37 知田玉二 1967年生 看到他對五六年級生而言 腦海附現的大概就是 東興愛情故事裡面的丸子吧 嘿放開我的立香啊 No.36 江口陽界 1967年生 一頭極尖長髮 是時代精神的象徵 從101次求婚 白色巨大 到神劍闖江湖 浪子逐漸收起了他的放蕩 長髮也變了短髮 No.35 高橋客典 1964年生 在特命系長職業人中 以兩種不同身份切換 一言不合就與女孩子發生關係 身上散發著成熟男性的魅力 車子姐姐都有點臉紅心跳了 No.34 一元剛志 1963年生 2014年在警察廳特殊防范客 出演了主要的角色 但怎麼打女生的屁股 有點變態呢 No.33 追名菊平 1964年生 還記得推理要在晚餐後 那個狐狸花哨 只會打嘴炮的警探嗎 他似乎真的很適合這種怪異的角色 No.32 則村遺述 1967年生 在無人生還 是一位走路筆直的警官 偽裝夫婦飾演的同性戀 讓大家見識到 他的演技與角色駕馭的能力 私下的他熱愛搏擊 還是李小龍的超級粉絲呢 No.31 大澤龍夫 1968年生 身高181公分的他 曾是時裝雜誌的模特 在仁義中擔任男主 還因為卡怒來台灣拍攝 以嘉南大順之父八田羽衣的身份 在片中出現 No.30 仲村亨 1965年生 20歲時擔任高校太保的主演 並藉此獲得最佳新人獎 在房仲女王中 出演那個不被北川理會的課章 No.29 四倒進 1963年生 如果你喜歡北野舞的電影 就會看過他 由日本影視黃金龍套美玉 雖然身高只有165公分 但身上散發出的很近 卻讓他特別適合扮演黑道警察等角色 No.28 松仲峰 1963年生 武郎肚子餓了一定要吃 孤獨的美食家 可以算是他代表作品之一吧 片中飾演的錦汁頭武郎 秉持著完全餓不得 吃飯皇帝大的精神 在各種餐廳小吃中大快多疑 還曾來台灣宜蘭取景 吃了許多好料呢 No.27 高島震生 1966年生 與前妻離婚後 娶了比自己小14歲的女醫生 然後生了個娃 最近看到他是在海妖的懺悔中所飾演的警官 No.26 2019年與西島秀俊合演了昨日的美食 兩人將激情升華成了熱騰騰的美食 No.24 高島震宏 1965年生 與高島震生是兄弟的關係 父親高島中夫是演員 母親首美花袋是寶總歌曲團演員 七七Sovia Grab 以及蒂西美援也是演員 他們是個不折不扣的演藝師家 No.23 永賴正銘 1966年生 大家是否對他有印象 再看看是否回憶起 他可是在2014年憑藉著卡怒 首位以非華人演員身份 入圍第51屆金馬獎男主角 除了演員身份 他也是位攝影師 還在台北松菸舉辦過攝影展 No.22 木下鳳華 1964年生 你或許不知道他的名繪 但不時在日劇裡面看過這個角色 上吊了眼睛 國字臉加上微圖的嘴巴 深深的法令文 不協調的長相 使他在影劇中 經常扮演壞人的角色 No.21 古田心泰 1965年生 逃避可恥 但有用中的男同志 也是伴責直書二中的副行長 古田多演出重要的配角 演技多變 2019年還在我的裙子去哪了 以變裝同志老師的角色出現 No.20 田鞭成衣 演出以配角居多 演技自然 讓人感覺舒服 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作品 有千面女郎 神之哪 在三年一般也演出 表裡不一的老師 私底下喜歡繪畫創作 另外他的妻子大腫寧寧 當年可是女神啊 No.19 東山寄之 1966年生 先不提他的演藝經歷了 從平函的家庭 一路從傑尼斯基層 攀爬到董事的位子 已經夠傳奇了 與大自己47歲的森光子 發展出了奶孫戀 更是讓人唐木結舌 而他的老婆是在我心中 佔到不行的牧村加奶 啊 真羨慕啊 No.18 也要忠於他演員的身份 他值得敬佩 No.17 合作的一線男星 言其熙來 總有種別人欠錢不還的吹壺瞪眼 幾年前還傳出 因為被互天惠禮相討厭 無法回歸Cold Blue 3 年輕人得罪不起啊 No.15 即穿光博 1969年生 被譽為最適合王子稱號 日本名人 即至今日 他的外貌還是保養得非常好 與譚麗有段七年的婚姻 卻被外界以假面夫妻稱呼 在演藝圈持續活躍 去年的半澤之書2 今年的龍鷹2 都有演出呢 No.14 本木雅弘 1965年生 松心者裡面 那位拉著大提琴的男人 是許多人認識他的開始 他曾承認15歲就出道的他 一直活在吹捧的世界 自我感覺非常良好 人生的一切好像都在表演 年過50才漸漸放下這個包袱 No.13 風川月絲 1962年生 還記得跟我說愛我裡面 那個失聰的畫家嗎 青鳥裡面那個青色的車站員 又或是青書裡面的秋葉茂 2019年還因亡命之徒 與七父母聰一同來台取景呢 No.12 北村一輝 1969年生 長相俊秀輪廓深邃的他 扮演的羅馬人還真的一點也不違和 然而他卻有著萬年龍套之稱 雖然拍過不少作品 但都是以配角出場 最近他就在天國與地獄中 扮演那個處處與林瀨瑤作對的刑警 哎呀又是配角了 No.11 阿布寬 1964年生 同樣是輪廓深邃的阿布寬 新途與北村一輝截然不同 也許是有個性的輪廓中 又帶著一絲灰鞋 似乎能駕馭更多類型的戲劇 想當年龍奕的奇怪律師 拳套的巨根 又或是不結婚的男人 那個嘴賤又含厚的模樣 他總是能在影片中帶個人無比的親和力 No.10 提真一 1964年生 曾經不想繼續演戲了 但想想自己只有高中學歷 也沒有什麼專長 就一直從影到現在了 恰如他在2013年主演的電影 我只是還沒有全力以赴 別為平庸的你叹息 或許只是時間未到 2000年的大和拜金女 2008年的嫌疑犯X的現身等戲劇 讓她的知名度逐漸被打開 戲棚下站久了就是你的 No.9 遠藤現衣 1961年生 人要受歡迎不一定要長得帥 周圍被大門位之子 嫌棄長相可怕的大叔 年輕時也是不斷地換工作 直到成為演員才成為一生的事業 有件事是他很得意的 就是曾經親眼見證 王貞智連續三打席 打出拳雷打 No.8 杜鞭賭狼 1968年生 藉由電視劇《危險情人》 獲得一句學運賞最佳男配角 1999年一句《繼續禮》認識了中古美籍 並開始長達15年的不倫戀 但最後兩人還是拆夥 隨後又與一位陪酒女郎展開了新戀情 最近看到他實在實的秘密 No.7 阿布可是樂團 Group魂的主唱 也是那隻寄生獸的聲優 年輕時做過20種以上的堅持工作 後參加劇團恰逢抬出生病開刀 頂替演出深夜劇中的角色 才開啟演員之路了 可見運氣也是挺重要的 阿布有個奇怪的習慣 搭電車時喜歡盯著老婆婆們看 他說因為自己是奶奶帶大的 怎麼有點奇怪啊 No.5 左左牧藏之界 1968年生 家中可是在東京都 有百年歷史的造球場 為了繼承家業 就讀東京農業大學釀造科 但就在半路加入了劇團 才發現 我不想一輩子與久為伍啊 姚底在家族事業官網寫道 大哥去做建築了 二哥突然說要去演戲了 只能由我這個中文系 最討厭酒屋的人繼承了 No.4 唐澤壽名 1963年生 在90年代 唐澤在日劇裡撐起了一片天 壯志嬌陽 東京仙旅奇緣 美味關係 2002年的大和劇 麗家宇松 2003年的白色巨塔 也都是經典 另外他也是山口之子的腦工 No.3 忠景貴依 1961年生 讓我想起倒數第二次戀愛裡面 那個與小泉今日子 潮水的老實公務員 在Price List裡面存在感超低的隱形部長 或是失憶的總理大臣 被人民唾棄的總統 這位始終堅持三氣氛的大叔 總是能藉由樸實而無華的表演 述說不同的故事 No.2 佐藤浩世 1960年生 2014年的日劇Leaders中 他扮演豐田汽車的創辦人 那種建議一定要把第一個引擎 移鋪汽車做出來的精神 真的讓人動容 自從首次演出電影青春之門後 就開始了他的獲獎生涯 忠誠藏外傳之四谷怪談 Wide Out 人生意識傳 有頂天大飯店和魔幻時刻等 都一再展現他老練的演技 No.1 福山雅治 1969年生 在切利略中 一位不婚的物理學家 現世生活中似乎有感情潔癖的他 最后還是被34F的吹石一回收服 這位散發著浪漫氣質的叔叔 從年輕的女孩到師母級人物 無不被他俊秀的外表吸引 但你可能不知道 他家中可是有一枕面牆 收藏著A片啊 他曾說自己有牛郎的體質 很耐操 而且很愛說黃色笑話 據說女生聽了之後都會咯咯的笑 但千萬別學他啊 福山說的是風趣 你說了就變性騷擾了啊